第二百集 轮回墓地的震动越来越强烈 叶辰的呼吸都急促了 那些红光仿佛突破天际一般 美轮美奂 他还感受到轮回墓地的灵气 浓郁到极致 远超那玉佩的力量 甚至连昆仑须也比不上这里的灵气 这是 叶辰刚想问黑炮老者 只见后者一声呵斥 一直点在了上空的玉外灵石之上 玉外灵石直接碎裂开来 无数道碎片向着四面八方涌动 叶辰惊讶地发现 玉外灵石的内部竟然是一颗赤红的珠子 珠子通体发红 隐隐有火焰缭绕 神秘至极 黑炮老者开口道 此珠叫玉心珠 内含玉外灵气 每千年落地球一次 上一次此珠落下 引来一场上古大战 死了近千位强者 你应该庆幸 华夏灵气稀薄 修炼者大不如前 大部分人更是倒退为修炼古武 不然你想要从众人手里获得此珠 比登天还难 还有 此珠如果落在昆仑须 你想要得到也根本不可能 夜晨看着那绝世的玉心珠 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体的血脉都沸腾了 小子 本来我三天后就要彻底离开 但是有了这珠子 我至少还能帮助你十天 十天之后 我可能真的要消散了 不知道以后你我还能不能见面 听到这句话 夜晨略带深意地看了一眼黑炮老者 前辈 虽然你不让我叫你师父 但是我夜晨始终承认 你是我的一位师父 黑炮老者听到这句话 毛子闪烁着一丝凝重 数秒之后开口道 小子 你越到后面 实力越强 触碰到的东西会越深 你会渐渐发现 我们在利用你 你身上的担子太重太沉 以你一人之力 想要破开这个世界 诡异莫测的局 很难 从轮回目的开启的那一刹那 我们百人的命运 和你彻底捆绑 你是我们的救赎 更是我们百人唯一的希望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背后 充满着邪恶和黑暗 有一些站在云端之上的人 掌控着所有人的生死 他们操控一切 把世界变成他们想的样子 你要面对的敌人 比你想象中的强数以万倍 关键 你掌控轮回目的的事情 不知道还能藏多久 如果被那些人发现你的存在 他们不用动身 就能隔空一指 将你碾压致死 我们能做的 就是将你变成抗衡 这种存在的强者 只因为你是我们的翻身之人 夜沉眉宇之间 有着一道严肃之意 前辈 你说的那种云端之人的人 到底是什么势力 还有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为什么会在轮回目的之中呢 黑袍老者张张嘴想要说什么 但是画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算了 后面几位会告诉你的 以你现在的能力 知道了也没有用 反而会对你的道心产生影响 这十天 我尽量多帮你一些 让你领悟真正的杀戮之道 雨落 黑袍老者一直点在了夜沉的眉心之上 随后 五指再虚空一抓 那玉心珠便出现在了他的手心 他对夜沉解释道 此珠的大部分力量 我们已经汲取 你现在将此珠服下 对你的肉体和修为有极大的功效 争取突破境界 还有 解决完徽安省的事情 立刻回江南省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 你必须彻底闭关一次 是 前辈 很快 夜沉回到了现实之中 他发现 珠亚已经靠在床边睡着了 为了让珠亚睡个好觉 夜沉一直点在了珠亚的一处穴位之上 随后站了起来 将珠亚抱在了床上 然后盖好被子 而他则悄然来到大厅 盘腿而坐 将手中的玉心珠直接扶下 刹那间 他的周身涌动着一道五颜六色的光芒 光芒越来越盛 他身体的那道血龙虚影 仿佛发现了什么 龙笑阵阵 钻了出来 血龙更是盘绕着夜沉的左右 仿佛在为他护法 今日他就要破开两个境界 黑色的石头从夜沉口袋里飞了出来 直接悬浮在他的头顶之上 随后一道光柱冲天而起 破 丹田碎裂 而后又重新凝聚 无数灵气充斥全身 一个更广阔的丹田跃然而生 如果此前的丹田是一个池塘的话 此刻就是一座湖泊 这一刻他发现身上的伤势都消失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获得了新生一般 夜沉睁开眼眸 发现自己修为的突破 那条血龙虚影也成长了几分 杀戮之气越来越盛 血龙仿佛一口可以吞掉一切 本以为可以突破下一个境界 但是不知道为何 在最后关头居然停住了 就好像有一股力量阻碍着 看来这次只能突破一个境界了 也该满足了 越到后面越困难 照这个速度下去 再突破几个小境界 能到离合境了 到时候如果去幽魂监狱 也应该有资格将父母救出来了 夜沉拳头握紧站了起来 或许是感受到了什么 沉睡的猪牙睁开了眼眸 当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脸色大变 他猛地坐了起来 叶先生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睡着了 床给你 他刚想起身 却被夜沉按住了 床给你吧 修炼者 天地围床 我真的不需要 但是叶先生 朱雅刚想说话 惊讶地发现 夜沉身上的伤居然全没有了 不光如此 气势也强大了几分 浑身透着一股强者 披靡天下的感觉 叶先生 您竟然突破了 夜沉点点头更是吩咐道 现在凌晨四点 你再睡一会儿 明天一早 我们就离开千绝山 安肃山那一巴掌 也该让他还回来了 早上七点 房门就被扣响 不用猜 夜沉就知道是静道大师 夜沉打开房门 门口的静道大师手里 拿着一个浴瓶 他看了一眼夜沉 轻轻地摇晃了几分 这是我昨天 为你调制的药液 应该可以加快 恢复你的身体 而且 话还没说完 他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表情变得极其的诡异和骇然 因为他惊骇地发现 夜沉身上的伤势 彻底消失了 静道大师的眸子 充斥了一丝骇然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那种伤势 没有一个星期 根本恢复不了 但是眼前又是什么鬼 他作为一代高手 很快就将心中的震惊 压制下来 笑了笑道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 恢复过来 你身上也有着不少秘密 夜沉公公手 再次感谢道 多谢静道大师出手相救 如果昨天没有前辈 或许我早就陨落于此了 静道大师将手中的玉瓶 收了起来 笑道 此言差语 虽然此前我一直在里面 但是外面发生什么 我清清楚楚 你一人之力 镇压这么多强者 绝不一般 至于那个想杀你的人 应该没那么容易 就算我不出手 我相信你也能逃过一劫 对了 我今天早上 已经命人将一处消息散发 你昨夜得到的那域外之物 被我剥夺了 这样你以后面对的问题会少一些 那些萧小之辈 只会欺软怕硬 面对我 他们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这也是我现在能唯一为你做的事 这一刻夜沉有些懵了 两人非亲非故 这个静道大师为什么要帮自己呢 关键从那些强者的口里得知 这静道大师现在的实力 极有可能跨入宗师榜前五了 这种传说般的人物 怎么会理一个晚辈呢 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甚至让夜沉不得不怀疑对方的动机 似乎察觉到了夜沉的疑惑 静道大师从口袋掏出了一块玉佩 我知道你会怀疑 那我也不藏着了 夜沉 此玉你可认识 夜沉目光落在了玉佩之上 神色一变 因为这玉佩是他母亲的 此玉怎么会在你身上 她的语气极其的严肃 静道大师向着一处方向走去 你跟我来 两人来到寺庙的一处庭院之中 中央有一个亭子 亭子两侧写着一幅对联 或许经过岁月的痕迹 对联依旧破外不堪 但是依稀能看出自己 夜沉表情越发古怪 这字也是母亲的 夜沉 你认识你母亲 祖族三十多年 那时候的我 没有踏入宗师榜 那时候的我 只不过是一个 不起眼的舞者 当年我的情况 比你昨天还惨 就在我濒临死亡之际 使你母亲将我救下 不光如此 她不喜欢修炼 却占据着 江家最大的修炼资源 她偷偷地将一些 修炼资源给我 这也成就了我的今天 我现在帮你 只不过是为了 还当年的情而已 你母亲真的是一个 很善良的人 七年前 你的母亲曾来此地 看过我 当时的我 已然闯出了一些名声 他们将这块灵域给我 可能考虑到以后 夜家会出事 他们希望 如果哪一天 夜家出事 你能活下来 并且要我出手帮你 不求踏上五道意图 至少让你有自保的能力 云湖山庄出事之后 我去东前湖找过你 但是没有发现 后来我本想为夜家报仇 但是当触碰到 云湖山庄里面的事情 我便放弃了 只能默默闭关 让自己变强 那是这十年来 我第一次 感觉到渺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